哇 哇靠 真的假的 你們放這個上來喔 太扯了吧 哇 天哪 大家好 我是白龍 我今天要試用一個二手物交換的APP給大家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斷舍離這個名詞 這是從日本傳過來的 現在大家每天每天都有很多很多的東西可以買 網路上的購物平台越來越多 快速的這種購買 消費的行為 好像已經變成一種流行 但大家有沒有發現 有些東西我們只是一時的購物衝動 買了之後擺在那邊很久很久都沒有用過 最後是用它的時候就是要把它拿出來丟掉了 自從我最近越來越去實行斷舍離這個事情 這個行為之後 我發現其實很多很多的購物行為都是可以去省略它的 很多東西都是不必要去購買的 所以現在當我看到一個我想要買的東西的時候 我都會再三的猶豫 你這個東西我真的用得到嗎 我不會 我買回來之後 就是擺在家裡不用它 只是為了滿足我一時的購物運了 於是我就開始去找二手物交換的平台 結果發現了這個平台 最近呢 我就是在Google Play上面發現了這個App 它叫做TapTot 其實我之前也用過其他的二手物交換的App 但我發現都會有一個問題 像我之前用的那個App叫做旋轉拍賣 大家可以在上面把自己不需要的二手的東西 放在上面拍賣 然後等到需要的買家把它買回去 運用物品它的價值 但之前那個App有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在上面是真的賣出去 然後你就可以拿到真的錢 真的台幣 那變成到最後你在上面看了 很多都不是網友放上去的二手品了 反而是很多店家商家 我以為自己是二手物 二手品 其實全新的商品擺在上面拍賣 那這樣就失去了這個二手物交換App的意義 那我發現這個軟體不會有這個問題 我先點進去給大家看 那要怎麼使用呢 它使用的原則就是 把自己在家裡不必要的東西 你覺得別人可能會用到的 還有它的價值的東西 你就把它登錄到這個App上面做拍賣 那其實它不是賣 它是跟別人做交換 你成功賣出去的話 你就可以拿到點數 你可以再運用這個點數 去購買別人的二手品 所以我發現啊 我在上面逛 真的全部都是大家二手不要用的東西耶 這個真的是 你知道我用這個App 感覺是挖到飽的感覺 你真的看到需要的東西 你就直接 等於說是免費的 我隨便點一個給大家看好了 在上面比較常是會看得到衣服 這是槍這是怎麼回事啊 玩具BB槍 我如果要這個東西 我只要按下面這個選項 我要這個 然後你就可以選 你要面膠還是要電到電 超商計貨 超商計貨的運費要自己付 不過如果是住在附近的話 直接面膠是完全不需要花錢 所以可以在上面挖寶 在上面看看有沒有你想要的東西 哇這個還有電風扇耶 攜帶鹹電風扇 天啊 這上面比較多 會看到的是大家的衣服 二手的衣服 然後也是偏女生的衣服比較多 那你看啊 這裡還有杯子 這是什麼 這個是相框耶 重點是我不用再花錢 製造消費的行為 這樣子也滿環保的 因為工廠就不用再製造新的東西 然後變成說這些原本是垃圾 要拿去丟掉的東西 換了主人 這個東西的價值又發揮到了 就是完完全全的物盡其用 超棒的 除了可以在這個首頁這邊刷最新的 大家放上來的二手品 你還可以直接搜尋 這邊有一個搜尋的按鈕 你可以直接搜尋 看你要搜尋什麼東西 例如 誒 不知道我搜尋內褲 可以有人放上來 哇 哇靠真的假的 有人放這個上來喔 太扯了吧 哇 喔沒有啦 這是全新的內褲啦 只是 因為它擺比較久 所以有一點點無垢 不要誤會 不要誤會 一場誤會 一場誤會 對啊對啊 大家放上來的都是全新的啦 放二手的應該有人會要嗎 很噁心耶 好像我最近比較需要的是後背包 因為我原本的那個後背包 它的拉鍊壞掉了 要拿去修的話 整條拉鍊都要換掉 所以我現在滿缺一個 就是輕便型的後背包 看一下有沒有後背包 誒有耶 這感覺 嗯 比較偏女生用的後背包 這個我男用後背包 誒這感覺也滿新的耶 可是它為什麼不照整個背包 只照局部的部分 它就說白色的這個地方有一些污垢 OKOK 了解 嗯 滿誠實的 其實我在拍這部片以前呢 我就已經自己在上面下訂了兩個 因為這APP剛登錄的時候 它會免費送你兩點的點數 你就可以去換兩個東西 那我換的東西也到貨了 噠噠 就是這兩個東西 一個就是後背包 就是我剛剛說 我現在需要一個小的後背包 然後另外一個呢 就是也滿生活用品的 這是防潮那種廚師的罐子 就是可以放在衣�裡面的 我現在滿需要 因為我衣�的那個防潮用完了 所以要換一個尋的 結果我在網路上就找到一個免費的 別人多出來的 沒錯 這是這個防潮的 客潮林 這個就是我需要的東西 而且不用花錢耶 要 要花那個運費啦 不過等於說這個是 別人不要的東西 我又發揮這個東西的價值 真是超棒的 欸 我記得是要把這個打開才能用嘛 對對對 OK 這樣我就可以把它擺到 我的衣櫥裡面熟食 好用 好用 這個東西我需要 我們再開另外一個 後背包 別人不要的後背包 天啊 包也太精緻了吧 這會不會是它 買來就沒有用 然後就包放在那邊 喔 有 有用過的很吉達 二手的 欸 這可能也不是用過 只是擺太久了 它有一點點那個發霉 一點點 髒髒的 不過它整體看起來 欸 這個是兼容旅遊的 看一下 這個應該是贈品啦 然後它用不到 可是這個蠻有品質的耶 這感覺平常會背的喔 喔喔喔喔 而且這個大小剛剛好 喔喔喔喔 它有兩個空間 這邊還有一個小小的暗袋 我需要這個 我需要這個 然後旁邊還有放水杯的地方 就跟一般那種小小的後背包 差不多 它背起來很像這樣 欸 蠻適合我今天穿的衣服的顏色耶 都是紅色的 喔喔 欸 我喜歡這個 我喜歡這個 好 我今天的二手物交換的APP 今天的試用就試用到這邊 這個TapTot我真的覺得超棒的 我應該也會把我家裡 一些不需要的東西放上去 送給別人 我覺得這種交換彼此的二手物 就很像拿到一個新的禮物 雖然這個東西是舊的 但是對別人來說 或者是別人東西對我來說 其實就像一個全新的啊 而且我們用得到的東西 就不需要再去購買 不需要再去製造新的 對我來說 我覺得二手物的交換 它的意義 遠遠比買一個新的東西 還要來得更重要 因為事實上 我買一個新的 跟拿別人二手的東西 其實它的價值 它實用的效用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啊 那為什麼我們要 也是去追求一種新的東西 這個概念呢 我覺得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好 那我今天的影片就拍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點喜歡 然後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 然後記得開啟小鈴鐺 在我新影片上的時候 你就會收到通知 好 我們這部影片就拍到這邊 我是白龍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掰掰